大家好,今天啊,现在伦敦已经天快黑了啊,我呢,就是特别想跟大家伙儿再继续讲讲我们的生活,有好多朋友想知道我们俩是怎么度过这37年的,而且那个中英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,我们今天呢,先给你介绍介绍。 现在我让我爱人过来,给你们说说,说说我们家的八十平方米怎么度过的三心。 我们有一个照片,一个照片,一个很广黎。 一个照片。我的妈妈给了这个。 一位朋友,一位很好的画家,她做了这个,叫《The Gardener》。 这位朋友,叫《The Periodic Table》。 and then here's some pictures that I did as well. Toto and I really like to do drawings and I think you've already seen our bookshelf we have many books and here are some antiques that my mother and my grandfather gave me a long time ago and this I really love I don't know if you can see it Goyi this is a silk tapestry that Goyi and I bought in come back a bit Goyi you're a bit close we bought in Beijing in 1987 and I think it's really beautiful and I love it so there we are that's our sitting room when I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his is my line suit process for the liner the square part 不太大,但是对于我们就够了,因为我们属于在伦敦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了,而且呢,我们也没什么钱,所以呢,我们就觉得就是很高兴,很幸福,我呢,从小就喜欢音乐,所以呢,我说这么老了吧,我还是特别喜欢听音乐啊,看音乐会,你看,我们家厨房啊,还客家钢琴, 我都忘了怎么弹了,我给你扒了两下啊 我现在呢,就开始给大家讲讲这个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,首先呢,我就先告诉你们啊,可能谁都不知道啊,也可能就是英国, 那个,如果要你要是结婚的话吧啊,这英国女方必须得改姓,得把这姓给改了,所以她呢,现在呢,曼的呢,现在叫曼的锅,就是锅曼的,所以呢,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啊,她连姓她都不能姓了,她得姓我的姓,姓锅了,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,那个,就是说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,第二呢,就是这个,你呀,不能管她妈,爸爸,叫妈还爸爸,因为咱们都,中国呢,一进门叫伯母伯父的,或者是阿姨叔叔的,可是呢,她们在那儿,不行,都得叫名字, 她妈,比如说,她妈,比如叫,珍妮,哎,我就叫她名字,如果,结婚婚以后,也不能叫,叫妈,人家不是你妈,所以呢,这两个,就这两个件事呢,让我感到特别,那个,跟咱们中国的习惯,正不一样,我,所以呢,我,我有点不太习惯,是吧,然后第二点呢,我们俩生活这么多年了吧,吃饭,还是不行, 我是中国的胃口,一到吃饭的时候,我就点击那个,汤面呢,炸汁面呢,或者是来个鱼,来个鱼香肉丝,麻婆豆腐什么的,可是她不行,她一,她呢,就喜欢吃外国饭,所以在吃饭的问题上呢,我们俩还真有,有分歧,我们俩经常是,她吃她的,我是我的,然后呢,有时候也一块吃,你比如吃鱼吧, 她们不会把那刺儿给挑出来,她一看我,帮我把那鱼给吃进去了,一会儿吃完鱼把刺儿吐出来了,她说,您这怎么跟变魔术似的,所以呢,就好说事呢,它都,还是不太一样, 然后呢,比如说,英国人呢,习惯于,你要见一朋友,或者你想上一家去做客,你就齐天一两个星期,跟他们打电话,约,咱们中国呢,帮一按门门就进来了,是吧,那会儿也没电话,是吧,光光光一条门,咱就进来了, 特别热情,吃了吗您,没吃您这,拿个碗,哎,这中国人特,我觉得特别舒服,后来呢,我就用这种习惯呢,给她给感染了,现在我们家,是她的朋友来,我的朋友来,不用打电话,光光一下,就,一按门门就来了,没得说,请进的您, 我刚才忘了说了,我刚才想,我最近回中国的时候呢,我看见我的朋友的儿女们,结婚的时候,还有一项是改口费,好像是一万块钱,我倒省钱了,这边不用,改口,你该叫什么叫什么,所以呢,我这改口费,给我省了,还有呢,就是,这个,我刚才为什么说吃这事呢,特别重要呢, 你看,我现在呀,伦敦什么都有卖的,什么臭豆腐,酱豆腐,韭菜,那个榨菜,都有了,有一次我买了点韭菜跟臭豆腐,结果呢,我给放冰箱里了,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啊,哎呀,我一看,都没了,我就问班子,哎呀,我说,我那臭豆腐呢,我那韭菜呢,我还打了尸呢,您猜怎么着, 他给这韭菜,给那臭豆腐啊,用这个,四层塑料袋,给馋一下吧,然后又搁了很多皮筋,给我搁外边去了,他说他怕这味儿,我就想了啊,我说你看嘛,咱中国人吃个韭菜饺子,啊, 喝碗粥,吃点臭豆腐,老北京,多舒服啊,哎,他给我搁外边去了,我找不着了,咱们北京人讲话,或者中国人说,入乡随俗了,啊, 我这儿,我这儿入了三十七年了,这香,我有的足我能随,有的香我还真随不了,但是大部分我都随了啊,但是我,有一特别好的故事, 就是,就是,我们家养了两只兔子,头头小时候特别喜欢兔子,结果呢,我呢,有一次就出去去演出去了,演出呢,还没回来的时候呢,就突然接着电话,说兔子病了,有只兔子病了, 他说,他带着怨气了,说,需要五百英镑给做一手术,我说五百英镑,我说,坐,一定要坐,儿子喜欢,这兔子,必须得给他治好了,但是我活着回来,回不来的话呢,那先另说着了,结果呢,还没等我回来呢,还没做完呢,这兔子就死了,这死完以后吧, 这女儿俩还买了一个浴巾,包好了,等我到家呢,他们俩在花园里呢,给埋在花园里了,然后呢,头头呢,他们俩呢,还写了一个导词,这女儿俩正给那兔子念导词呢,我就觉得他们的心还真善良,我说,所以呢,我就觉得, 我这俩呢,我应该随他们了,今天就说到这儿吧,是吧,那个,我明天继续给你们讲这个,在中国发生的事儿,有意思极了,啊,谢谢你们啊,再见。